最好,年轻人不要做这行啦,因为这行也不是 哈喽,我是Mr. Ong,我是卖冰淇淋的 我在Bunking MRT 外面卖冰淇淋 我做这行业是有20年了 我做这行业的时间是卖水果的 Holesale 卖那种整粒整粒的水果 就是好像租金太高了 没有办法做下去,然后我就直接来做 买这个冰淇淋,就比较容易 头头开始不会卖,就躲在卡巴克里面卖 连卖久了,看人家讲卖,就学人家讲卖咯 就是我每天八点起来,就去工厂拿货 拿完货了,就过来Bunking MRT 这边爬一趟 爬了,就是时间到了又卖学校 就是有些小孩很可爱咯,就是 有时他们问我们的问题,我们都不懂怎么回答 比如说,这个冰淇淋是什么做的啊,什么啊 有时我们不识字,我们想回答他 只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就回答他咯 不会的时候,我们会去问我们老板咯 假如没有学校,就早一点吃饭 吃完饭又来这边 有些顾客碰到好,他就一来就买很多 然后我就,哇,非常高兴 很高兴就对咯,一整天就心情很好,生意就很好 困难就是下雨天咯,下雨天就不好卖咯 大热天就很好卖咯,因为为了孩子咯 我现在有三个孩子,一个大的女儿 在读大学,两个小的,双胞胎,龙胞胎 因为现在孩子还小,还需要做 他们还在花钱的时间 就是每年都有热天啊,做了人不舒服 无人每天发热,就是会咳嗽啦 会那边痛,这边痛啦 那下雨天,这边痛,那边痛啦 就是最难熬的,熬过去了就没问题了 职业病啦,我们所讲的 人家看我很简单,没有做过的人不知道 做过的人才知道 每个小贩都有小贩的辛苦 这行业又晒又辛苦 哪里还会叫孩子来做这行 他们毕业了,他们去找到一份好工作做就好了 不需要这样劳累 因为这份工作,大日子,礼拜天这种都不可以休息 所以没有办法陪孩子 最好,年轻人不要做这行啦,因为这行也不是 你们所看到的这样好做,你们可以试试看啦 做的不好做,你们快点转行 转你们的专业的行业 继续会做下去啦,做到我孩子毕业了 找到好工作了,然后我就慢慢开始做少一点 慢慢做少一点中头 中文字幕 李宗盛